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于它弥补了历史中关于秦王朝记载这一段历史 而科学价值是秦冰马俑它的烧造工艺 它的制作技术 兵器的防锈工艺 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科学原理在里边 它的艺术价值是秦冰马俑 它是实实在在的雕术艺术作品 而且它是群雕 这就给烧造制作和塑造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困难 而秦人凭他的聪明才智 为我们展现了千军万马 气吞山河的这种军事场面 让我们不得不佩服 40多年来 已有1.2亿人次的国内外观众前来一堵冰马俑风采 同时 冰马俑还受邀出访到世界50个国家和地区的171个城市展览 掀起一股秦勇热 冰马俑人气为什么这么高 普通观众都能够谈到 他千人千面 他的这个艺术特征 在我们真实的人群中能够找到跟秦冰马俑一样的人 在我们观众的小伙子脸庞中就能看到秦冰马俑的形象 他们的神态 他们的威武的身姿都能够找到 这是普通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一些话题 而我们今天的文物专家 考古人士和我们的历史研究者 也从中能够找到他的一些话题 这成为大家共同的一个认识 所以秦冰马俑一直长盛不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介绍 先秦战国时期的墓内出土过陶志勇和墓志勇 但形体都比较小 数量较小且造型粗疏 冰马俑在形制体量上的突变 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国雕塑艺术的传统与特征 于是就出现了外来说的观点 人们认为 哎呀 这么高大的 是不是外来的 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呢 其实没有 只是前期可能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够 我们做大件的那个陪葬品 可能还要费时费力 所以前期的一些国王 君主的一些墓葬 都没有这么大件的这个 这个 培葬物 只有到秦始皇 他的这种想法决定了 他管理下的臣民 要怎么做 他的丞相 要去听从他的这个安排 然后落实他的这些要求 所以这个秦兵马俑可以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 兵马俑凸显出战国制秦代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 是秦文明的重要标志 但在中国文物遗存中为何兵马俑成了典型的中国符号之一 秦兵马俑就是秦文明重要的一个标志 因为他大多精美 首先呢 他是个体非常高高大 他像真人一般平均身高一米八 其次他数量非常多 千军万马 其实壮观 第三呢 是他精雕细刻 没见永都是没有第二见 没有一个双胞胎 千人千面 栩栩如生 美呢 是秦兵马俑至今 我们看到他是很美很和谐的 他体现了秦人的审美情趣 是我们中华民族所追求的和美和谐 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